这个贪婪呢 也是我们最难遇远的障碍 这些之前版权 我们要做这个主动 对吧 我们才在这个市场当中过去我们的快乐 那抓大方小 双线工房 那我们怎样来选择 怎样根据抓大方小双线工房 在试盘中这个运用 怎样来找个股呢 第一个 大家什么 我们今天是学量学的 大家就要找妆 就要找妆 那我们一眼能看到的妆来了 是什么 掌停板 对吧 这就是跟大家讲 我们要从什么 我们要从掌停板柱来悬果 掌停板柱来悬果 说明什么 说明明就是跟妆来悬果 对吧 那我们看到掌停板 看到妆了 顺着它的思路 顺着它的足迹 我们往左看 看什么 看 第一个 我们要导出真底 真底 最好这真底是叠价什么 叠价第一量 这第一量是什么 大家要知道 第一量是底线与底气的温度计 用温度计来测量一下 老实说我们量处就是温度计 我用温度计来测量 这个装扎就测出在第一量上 它是底线与底气 对不对 是谁的底线 市场的底线 那谁的底气呢 是庄家的底气 庄家在采取修课老法的情况下 来测试一下自己有没有的底气 能拉伸 对吧 谁有没有少 少是真底的 真底是上节课 我跟大家讲的一节课 真底 经过18个小时 全球的政治信息 经济信息 所有的信息 被第二天确认的 对不对 这叫真底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庄家 看着庄家 它有没有这个底气 最好跌加起来 又找到了什么 又找到了底 又看到了庄家 有没有底气 怎样确认真底呢 只有底底抬高 上升趋势 因为我们什么呢 我们是中小投资者 所以说我们要做什么 右侧交易 那右侧交易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要做什么 做底底抬高的 而庄家呢 他是左侧建厂 而我们中小投资者呢 那我们要做什么 做右侧交易 所以说我们就要做什么 我们就要做上升趋势 那怎样 他才能上升趋势呢 必须确认真底 确认真底 要底抬高 对吧 找出了底 找出了低量 就找到什么 找到了阶段的一个谷底 找到了阶段一个谷底 找到阶段一个谷底 找到底的 那找到底之后呢 那我们再怎样来做呢 第二找什么呢 要找出扭转乾坤 扭转乾坤的什么 止跌 大家一定要知道是止跌 扭转乾坤 它怎样扭转乾坤 必须要止跌 那么转头 白点向上 它只有止跌了 白点向上了 它才能看到扭转乾坤 对吧 要照这样的靠山柱 照这样的靠山柱王牌柱 对吧 就是王牌柱 画出什么 画出黄金线 这就找到了什么 这就找到了主力的攻防阶段 主力的攻防阶段 找到底了 我们找到底了 对不对 确认底了 确认底了 不光我们要确认底 我们还要找到什么 还要找到庄稼的攻防 对不对 庄稼工防 怎样攻防呢 我们找到扭转乾坤的 下跌不再下跌了 不再下跌了 而且呢 这个柱什么呢 找到这根柱子的时候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拐点向上的 它是一个拐点向上的 那我们就要做攻防 怎样做攻防 找到黄金柱 对吧 顶是攻 对不对 那打到底呢 是手 顶是安全 那底破底就危险 对不对 双限攻防 我们找什么 顶安全 底 风险 双限攻防 这是一个双限攻防 这个双限攻防 是什么 工防 除了我们呢 找这个双限攻防 是一个黄金线的双限攻防 我们还找一个底 真底的双限攻防 在确认底度的情况下 我们在找什么 再来找靠山嘛 对不对 两个底 一个什么 一个真底 一个黄金线的底 哪条线 哪条线 真底 一条线 对吧 还有什么 还有靠山的一条线 我们又找到了底 又找到了靠山 那大家说 就攻防起来 大家说 进退有据 轻松自如 对不对 啊 那我们找到底了 那我们又找到了主力的攻防线了 我们又进退自如了 那我们怎样获取 我们的一统金呢 怎样获取我们的利润呢 那大家知道 世界一直跟大家照理的 怎样获取利润呢 利润我们的 一柱一线一时空 那以前世界跟大家讲的是 一柱一线一空间 啊 为什么现在加个时 时间 不光是空间 我们还要找时间 那庄家呢 他在 嗯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通过实力给大家讲 那庄家在阶段底部 嗯 阶段底部越扎实 洗牌时间越长 越长 那他一旦呢 一旦走出了他的阶段的底部 他就会吗 就会快速拉伸 如果这个庄呢 在阶段底部 他呢 洗盘 不够充分 那他拉伸起来 他会吗 也会啊 很纠结 对吧 那像什么呢 大家来看一下 案例 000506 啊 000506 那我们要抓大方小 怎样抓大方小呢 我们抓出大的趋势 大的方向 啊 大的趋势大的方向 那首先我们来找底 对吧 首先我们来找底 上节课跟大家讲的 这找底 这个底 而在这个地方呢 有多底 对不对 这个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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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多底啊 就是做底 底抬升的 对吧 塞车宽挡 底抬高的 做上升趋势的个股 那我们做上升趋势的个股 在这上升趋势的个股 转到底之后啊 最好要找我们呢 最好 师姐跟大家讲的 我们要找低量 跌下低量的更佳 是不是 跌下低量的更佳 那跌下低量 低量什么呢 低量刚才师姐跟大家讲的 是底线与底气脑的东西 那底线谁的底线 市场的底线 庄家的底线 对不对 啊 那低量啊 是庄家采取修客疗法 看一下 在此阶段 我洗牌洗的干不干净 有没有对手牌来过抢仇 而且有没有啊 这个地方有没有建仓的啊 想不泡泡压 市场的情绪如何 是不是要找到底了 真底 加上低量 我们就找到底了 那在找到底的情况下 那我们要找什么呢 我们要找扭转乾坤的黄金柱 对不对 那这一天大家来看一下 这一天啊 它是贝拉 贝拉什么 贝拉是主力实力与雄星的温度器 是用温度器给大家测出来了 这扭转乾坤 什么乾坤 从这波跌开始 是不是 不跌了 不跌反而降上了啊 那我们找出 找出来这个扭转乾坤的黄金柱之后呢 那大家就要以他的基础 对不对 啊 我们画好什么呢 我们画好黄金线 啊 你什么三日定星 对不对 时间的转化原子三日定星 三日定星 那 既然它是阶段底部 我们看到什么 它的低量 也看倍量的 那低量加倍量 是主力呢 采取休克疗法之后的 有实力的拉伸 对吧 那第一次拉伸什么 第一次拉伸是试探 对不对 怎样来试探呢 那我们是不是 我们就来写个左侧呀 看他的前身啊 啊 那他的前身正在 大家来看看 是随要慢升 啊 随要慢升 在这个地方 是什么啊 啊 随要是谋公 以谋桃的温度器 是庄稼 在自己的进场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他跌下来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跌下来是什么 跌下来是长阴短柱 是跌下长阴短柱 并且呢 在庄稼下跌的时候 不但有弹枪来测试前方重码 我一边撤退 我一边来看看啊 前方 我试着把敌人消灭了之后 再撤退 这样撤退叫什么 啊 叫假撤退 对不对 一边消灭敌人啊 一边消灭敌人 然后呢 他什么呢 一边啊 他一边撤退 那像这样的风 啊 像这样的风呢 就是什么呢 大家要重点重视一下 一旦万一 他什么 在阶段底部啊 在阶段底部 洗愁啊 洗的比较干净的情况下 必然呢 他必然要有一波上涨 啊 就是实际跟大家讲的 一注一线一时 时间和空间 这下面洗盘的时间长 把上面的筹码呢 一点点挪下来啊 一点挪下 怎么挪下来的 第一次是他 你们看出来 处底之后 他时间 几天一二三 三天的时间呢 啊 他就把这边筹码 大家看 就把这边筹码给挪了下来 你看 大筹码 大筹高粱码 对不对 就把这边筹码给挪了下来 解放了这个波段的下跌的 这个波段的啊 这个波段的二一呗 这位墙 时间短 对不对 三天 泡泡三天 时间短 就解放了这个波段二一呗 是位墙 这当时是个墙中 位墙 然后呢 这叫什么 第一次 它是事态 第一次啊 然后灰彩呢 灰彩我们要他啊 一是他 我们怎么大家 我们只观 不干 一是他大家要观察 观察这个庄强不强 观察这个庄 嗯 他什么呢 他有进攻到哪个地方的运行 如果进攻到这个波段的二一呗 那大家就要引起重视了 那时间又短 而是节奏又快 顺便吗 顺便这个庄 嗯 比较强 对不对 然后下跌 下跌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要找什么呢 我们来找 是刚才跟大家讲的 找真底呀 第一个真底在这个地方啊 那第二个真底呢 是 就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真底 那第二个真底 得不到得到确认 是没得到确认 意思就是说 这三次换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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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没得到确认 对不对 那没得到确认的情况下 双线工坊 我们只是找到了一个真底的一个什么 一个工坊 对不对 那老师呢 在量线啊 量线艺术当中 给我们讲的 平衡线是什么呢 平衡线是多空共享的警戒线啊 多空共享 什么多空共享呢 打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那工坊我们要打到这个地方 是打不下去了 你们打不下去 双底双底双底 对不对 这是一个真底 然后这边也是双底双底双底在这个地方 打不下去 打不下去 说明这条线什么呢 是强有力的支撑 第一 一是他二十公里 对不对 把三次没打得下去 说明了 这边这条线 这条什么 这条重要的一条 防御线 工防线 对不对 那在此阶段呢 我们看到什么呢 在此阶段下跌 看到 这个阶段 我们看到的 在这一段 然后弓的这一段 打到这个波段的一个 二一位 一墙 那既然没墙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段 看成一个什么呢 看成一个大阳 我们可以看成一个大阳 在这个大阳过程当中 大阳直别 可以看着大阳直别 对不对 大阳直别当中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可以用什么夹混战数 对不对 现前夹三 可以小大 那现前夹四 可以中式 那现前夹五 可以大 这是抓大 大的趋势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 大阳直别 大阳直别 对不对 这是抓大 那放小 那小小的什么呢 小的在这个 大阳直别当中 我们能抓到什么小的利润 那这小的利润 是不是就要用什么 用好我们的黄金线 用好我们黄金线 那在此阶段 第一次一是他 对不对 一是他 那二二呢 二是公 那我们三呢 又打下来了 能看到吗 那打到这个真顶 这个这样 每次打回来就反上去 打回来就反上去 对不对 那再一再二再三 是吧 那牛这个规律 那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在这个大阳直别当中 我们要获取什么 获取我们的小的利润 抓大方小 是小的利润 那小的利润是什么 那我们看到第一次试探 是他二二一位之后打下来 之后呢 他再试探的时候 大家看 他一直就打的什么 一直就打在这个高浪 所以这是高浪 高浪 这个地方的时候 试探下来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 又打出一个高浪 又打出一个高浪 那这个高浪 又是又一次试探了 又试探了 左方 这边的筹码 并且呢 在此阶段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并且在此阶段的时候 我们看 从这下跌 到这个地方 下跌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高浪 那高浪是什么 那高浪是成交火热的地方 对不对 高浪是欲望于走向的问题 而这个高浪 又是单枪 什么样的单枪呢 是在这个波段下跌 这个波段第一次统单枪 一试探 这是什么 这是二次攻的情况下 打出来 比什么 比这个前面的单枪 枪于枪比 量于量比 你看 架是低的 而量是高浪 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筹码呢 一转一到这边 是吧 第一次捅了这边筹码 捅了一部分架 是不是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 又试探的时候 又不坚定的分子 干嘛 在这一个泡压 一个泡压 对吧 打出高浪 多控双方 有些人认为在这个地方 你进第一次试探了 你比较强 而且在第一 第一 第一 在这个地方呢 不破底 所以说 有些人认为什么呢 有些人认为在这个地方 你该涨了 我要买 对吧 但是有些人认为什么呢 有些人认为 我在这个地方 这么长时间 好不容易再解放 好我不玩 你看太磨叽了 有些人跑了 所以说 多控双方 得来 在这一天 成交火热 打出一个高浪卡 是吧 那我们就要看 看什么呢 看跌是怎样跌下来的 对不对 那它跌下来的时候 大家看 跌它是什么 长银短住 那长银短住的市场基础是 主力打击别人价位 保护自己筹码的一种行为 是从假跌行为 那我既然看到了假跌 既然看到了假跌 那在这大方向 抓大方向 是大洋直跌 大洋直跌 那大方向又是什么 打下来的时候 我看你又打到这个真底的时候 又打到这个真底的时候 你又没破 那又没破的情况下 我应该怎样 是我们要找什么呢 找工房啊 对不对 找谁的工房 找流转乾坤 是吧 那这一天是不是就是一个双阳圣啊 这一天 大家看是双阳圣 啊 双阳圣 那我们是就以它为基柱 阿姨它为基柱 一二三 第二天什么呢 第二天 就看出来 咱俩来看一下 第二天 打出了一个大洋来 打出大洋来 那三日定性 对不对 那这天潘北 是不是我们就帮大家 就可以建藏了啊 是不是 就可以建藏 为什么建藏呢 因为我们大的方向 抓大的方向 它是个大洋之爹 啊 那小呢 啊 大的方向是大洋之爹 大的方向是每次回探 回探到这个真底的时候 它必然有一波反冲 必然会有一波反冲 这大的方向 那小 那小小说 我们要找来找 扭转乾坤的 啊 抓阳圣的啊 啊 指定 一个靠山柱啊 啊 找到它之后呢 是我们有大比基础之后呢 我们要抓哪一波利润 高量 10点 是啊 究竟对比高量10点 什么呢 这样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小的 一个压力位 那我们抓抓这波利润 怎样抓这波利润呢 看看有没有三个点 啊 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我们的软件 我们看一下软件 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啊 那我们刚才跟大家交流的是 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大家看这个地方 是很清楚 很明瞭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 是这个地方很清楚 很明瞭 在这儿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这边是双阳圣 是不是 那 那 以他为奇数 双阳圣圣里奇数 那在这个地方 第二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二天呢 爬尾的时候 我们看到什么呢 那我们看到他什么呢 一牙 钙 钙双一 是不是 也来到了这个大一实体平衡线 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抓什么 这波 这波分利润 抓这波分利润 那这波分利润是多少呢 这波分利润呢 我们看 现阶夹三可以小带 现阶夹四可以中式 那现阶夹五可以大补 对不对 那爬尾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看 到高了十顶这个地方 有多少呢 有七个多点 那七个多点 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干 是值得我们来干 那我们大家 是不是要小 小到什么 小到 只要过了什么 过了十顶 过了基础的十顶 啊 过了什么呢 你究竟对比 你触及到什么呢 过了这个大一的十顶 安全的时候 那我们大家就可以干 那激进的同学 激进同学只要过了什么 过了基础的十顶 那我们就可以大 因为我们找到规律了 找到什么规律 这是一个大洋直跌 大洋直跌 每一次大 抓大是大洋直跌 再抓大呢 大什么真底 每次回踩真底 它要起来一波 每次回踩真底 要起来一波 所以说再来回踩真底不破的情况下 是不是我们抓小 找靠山之处 找到这部分利润 那不过呢 不过高两十点 这我们要有个高炮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此阶段 它是不是在此阶段 它就是一个刹车 一个换打 在这个地方 刹车换打 还没什么呢 还没有加油呢 是不是还没有加油 还没有加油 那没有加油的情况下 在大人直跌这个地方 而且就近对比 这是一个什么 这个阶段的高量 高量 啊 是点 它是一个短压的情况下 说我们要高炮 下来继续什么呢 下来继续找底 那找底 他下来下来 在此阶段 是不是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来看 那找到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是不是真底 真底抬高 啊 真底真底抬高 那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又是一个啊 平量啊 平量 然后过吗 过一半 是不是 下 量呢 量是平量 那下呢 下是过一半 那过一半 我们大家想 啊 那在此阶段高量没过 这是一个试探 那第二 第二是要施工啊 到现场是又是个压力啊 那我们要看 这个找真底 虽然这个地方也是个真底 但是呢 上涨的空间呢 啊 那这一天呢 他过了一时点 那空间呢 有没有三个点 有没有五个点 是没有啊 没有没有三个点 和五个点 那我们这场事 不能搭 这要结合什么呢 结合一柱一线一空间 空间 对不对 那没有没有什么 大家就要等 等啊 等第一个等什么呢 等你过了 你过了高量十点啊 你过了究竟对比这个梯量的十点 那我再干 对吧 再一个是等吗 等你灰彩真底 我确认了这个真底 啊 你再灰彩真底 我确认了真底 那大家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再来看啊 我确定没确认这个真底啊 大家再来看看 是一直没确认这个真底 对不对 一直没确认真底 你看 在这个地方低 虽然在这个地方也低抬高 但是嘛 上涨空间不够 上涨的空间 对吧 没有五个点啊 三点以上没有五个点 不值得我们看 那我们去等 在哪 灰彩真底 那灰彩真底 你们要看啊 有没有黄契线呢 有没有黄契线 有没有扭转乾坤呢 是没有啊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他没过大一师底 啊 没过这个大一师底 那我们继续等 等到哪个地方 又等到什么 又等到灰彩哪个地方 又灰彩真底 这个地方 而且这个真底呢 又是什么 就是底底抬高 底抬高 但是 一是塔尔 二是古三四 再一在二 不再三 不再四 对不对 而且在此阶段 我们又找到了什么 就是我们又要找到了低档 是找到低档 而且这个低档又是什么 又是假阳 啊 假阴真阳 对不对 假阴真阳 那我们再看次日 次日直接来嘛 来了一个次日上涨的强 那怎么强 是我们在此阶段 要确认真底 一条什么 一条线 正底 平线 啊 再有什么 再有我们要找靠山呢 啊 是不是扭转乾坤呢 那我们看到这一天 它是什么 它是不是一个背量 又是个高量 又是个背量 而且还是大量 啊 扭转什么呢 扭转了这一波下跌的这一波趋势 对不对 啊 那高量是成交火热的地方 那背量呢 背量是主力实力雄心的温度 看什么 一柱 双重柱子 对不对 双重柱子 又是背量是高的 双重柱子 双重身份啊 是不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高度的重视 为什么高度重视 背量啊 主力实力 把这一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一十二十三十 十四天出马前都能解放 对不对 主力实力体现在这个地方 啊 那高呢是成交火热的地方 只要成交火热 再啊 抓大大的趋势啊 回踩真底 长时间的 回踩真底 不破的情况下啊 啊 就是什么 我们看到了庄稼啊 啊 在这成交火热 在阶段底部 谁成交火热 谁劣敌又干嘛 是装在散现 我们看到吗 我们又看到了庄稼啊 所以说 这根柱子的时候呢 大家是不是要找什么 找好了 这个靠山 这好看 在靠山第二天下 它是缩背 缩背 那缩背 我们突然啊 那在一波上涨趋势当中 我们发现突然缩背 看到他的主力 他是下跌 一种趋势 他是说 坐山观虎斗 对吧 一旦他掌握大量筹码之后 自己有失礼之后 他会毫不犹豫的拉伸 怎样毫不犹豫的拉伸呢 那我们大家看这一天是什么 这天是有备量啊 备量加备量 这个备量加备量 备量在什么地方呢 在阶段底部的时候啊 阶段底部的时候出现了备量加备量 而且备量是架掌量缩 是主力什么 是主力急于拉伸的一种体现啊 又是主力实力 又是主力急于拉伸的一种体现 又是什么 又是主力控盘的一种体现 架掌量缩 折击作多 怎样折击作多呢 是不是刚才跟大家交流的 在此阶段 我们应该把这个地方看作什么 看作一个大阴之别 大阳之别 对不对 看作一个大阳之别 在这儿 是看作一个大阳之别 在这个地方 那不出大阳的情况下 不出这个阶段的情况下 那我们要结合空间 结合空间来看 来干 对不对 结合空间来干 结合空间来 来关 那这天它怎样过的 怎样过的这个大阳之别 怎样打破了这个趋势 横盘整理的这个趋势呢 它是一个倍量 也是一个高量 是吧 大家看这几倍量 一二三四四倍多 是发烧 在阶段底部发烧 发烧 常态什么呢 常态就是跌 对吧 这一天是发烧了 这一天 打出了这个波段 大家看 是打出了这个波段 下跌的这个波段的一个最高的量 最高的量 这样打出这个波段最高的量 但是在一波下跌的趋势当中 在下跌的一波趋势当中 啊 并且下跌呢 怎样下跌的 它是假跌 长运短重 假跌 假跌下来 不方假跌下来 而且在第一的时候 不断的用单向来测试前方 出马一边打一边 假撤退的情况下 大的趋势 对吧 这抓大大的趋势 再一个大的趋势是什么呢 那长期横盘 再次阶段的是什么 但是横盘了七个月 大家看 这是什么 今年一月份 大家看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一月份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七月份 三五八个月 和十月怀胎的情况下 再把这边筹码 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挖下来 这样挖下来的时候 那用单翔 找胖目 干翔 踢掉 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有自己进场 那踢掉 对吧 羊多 阴少 阳高 阴矮 不但有被让伸缩 被让伸缩 被让伸缩 反复在阶段底部 不但的测试筹码 测试筹码 测试打压 测试打压 最后在什么呢 并且这个装 控盘强不强呢 第一个大的趋势 二 我们要看什么 大的趋势 就是反复的 反复的做真底 反复的踩底 着底 对吧 大的趋势 反复着底 大的趋势是什么 反复的在测试打压 测试打压 大的趋势 那小呢 小它是什么 还有个大方向什么 大方向还有一个 就是真底 真底抬高 这是大 对吧 小呢 小我们要看 第一次施工的时候 时间短力度强 这是一个强壮 这是第一次 我们看到它强的里面 第二次看到 强的里面是什么 它不断的不断的踩 踩真底 不断不断的踩真底 正底不过 说明处理控盘到位 又是一个墙 是第二个墙 那第三个墙 我们看到什么呢 小到吗 细节 什么细节呢 在此 这个时候呢 它是放出个高量 有什么被量 双重身份 对吧 在此阶段它是什么 它是家长量缩 在家长量缩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 看到主力实力 被量加被量 那被量加被量 是主力 在阶段底下 给予拉升的一种阶线 我们看到这种 处处处处是一个墙 既然是墙 那这一天呢 它有打出我们 打出这个阶段有个高量 又是发烧量 那常态又是跌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是 是画好工房线 在这个地方 常态是跌 如果跌到这个地方 只跌 起的话 是不是要第一时间 我们要跟上状 就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那我们要动态 观爬 观察这个状 那该跌不跌 高让不破 那后势闭火 对不对 那它该跌不跌 那第二天 如果是第二天该跌不跌 如果是第一时间 它起的话 是我们要第一时间 要跟状 对不对 因为在此阶段 我们看到的 墙 墙 对不对 不管从大的趋势 大的方向 还是我们抓小 小细节 看到就知道 这都是一部强壮的性质 这是我们要防 像这样说 是我们大家要防什么呢 该跌不跌 是不是 就跌 我们也有方向 在这个地方 跌 只跌 我们要跌一个时间 抓住它 那第二天呢 它什么呢 是该跌不跌 既然它是强 又是该跌不跌 建设的强壮 第二天应该高开 高开 是不是我们就知道 一定是一个强壮 因为我们在此阶段 我们分析它强 强 强的里面 对不对 那 第二天有表现给我们什么 第二天有表现给我们的强势的里面 所以说这天什么 大家应该是按照照片 集合定下 大家是第一时间要忙 跟上强壮 是跳空仰 跳空仰 坐脚上 你看一个拉拐 是吗 强势博物 第一时间要更重要 那我们大家看懂了吗 我们通过抓大 大的去大的方向 我们什么 抓大到小 小吗 小到小到细节 小到细节 什么样细节 走扣扇 走黄金 画好黄金线 对吧 我们画好的黄金线 只要站在这个黄金线之上 只要站在黄金线之上 只要站在黄金线之上 我们大家什么 只有 建仓啊 试着建啊 对不对 建在那里仓 对不对 但它打破平衡 向上失衡 这个大的方向 拐点一道 就是我们大家叫跟 叫跟 这是激进的啊 我们叫架草 在这架草 激进的 那文件的同学呢 那文件同学要等什么呢 文件同学 大家 叫 啊 在此间 我们要等他灰茶 对不对 等灰茶 那既然不灰茶 那他变强 那我们大家在这 非常下层 要拿稳 是要拿稳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大家 拿稳的情况下 这个状况呢 看他带不带我们的 碰碰碰 是去带我们飞啊 飞行啊 飞到哪个地方 是我们要结合什么呢 我们结合空间 空间到这个地方 大家看 是不是到这个风的地方 那不过这个风的地方 是大家第一时间 就把我们的盈利的 第一空间 盈利空间 大家有个兑现啊 啊 就是今天跟大家交流的 交流什么呢 抓大放小啊 抓大放小 在试盘当中的运用 运用吗 运用双线工房 第一条线是真底线 对吧 第二条是黄金 顶底线 黄金顶底线啊 那再结合 再结合一柱一线 一实现和空间 那时间短啊 那再时间来看 是多长时间 底部 在底部的时候 剪仓时间长 那他拉伸的时间 就啊 开始拉伸的时间 他就短 就拉伸 对吧 拉伸的走的 走的就比较快 对不对 他往往就容易形成 形成一般主生了 打破了 过了这个大洋指别 这个区间 他就会快速上当 对吧 这个时间啊 见底的啊 在阶段底部 见底的时间场 起盘的啊 时间场充满 感觉到比较充分的情况下 就帮我们忙忙忙 就容易走到较跨 一过重要的一些点 就走到较跨 那大家再来看一下 新海科技啊 新海科技在这个地方的是 我跟大家来交流的 对不对 我跟大家来交流的 那现在走的应该说 也是帆备了 咱们在这交流的 那现在已经还是帆备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跟大家交流 这只购物 那我们用今天跟大家交流的 抓大方向 双向攻防 那我们大家 来再 这个盘种 我们来啊 再分析一下 那大家看 大的区是大的方向 那大的区是大的方向 在这个地方的说 这是打出个高量啊 而这个高量又是什么 而且在此后的上涨过程当中呢 它是缩量过高量 架涨量缩 啊 是主力控盘的 啊 这上面吗 上面这点 主力吗 在那里洗盘 上面这一段什么 庄稼 它是在此间拿筹码 这个风什么 这个风就是我风 我风 对不对 那在我风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再看看 一时态二时供 对不对 那还没形成什么了 还没形成主攻 而且在此阶段呢 真底呢 那真底它就是一个刹车 啊 换打还没成功 对不对 试试它必然变不下来 重新找底 对不对 重新找底 那重新找找底的话呢 我们大家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再来看 重新找底 那我们看到吗 再次接下来我们画好吗 画好红光线啊 高量湿顶啊 是个短压 那再次接下来我们要找呢 跌一 下来之后 这是一个底 对不对 这个底 然后上涨这一波啊 找高浪湿顶平衡 短压 然后下来 诶 这是一个底 然后这个地方是确认了这个底 对不对 在这个底底抬高的情况下 我们是要找低量 那低量叠加真底 那我们就找到了这个阶段的一个谷底 因为我们量其实有标准 那第一呢 低量常态是什么 那低量常态是涨 对吧 那涨不涨 涨了 那怎样涨 在确认真底的情况下 在上涨的趋势当中 低低低低 抬高的情况下 它是涨 这样涨 是我们要结合什么 能够结合 比如注意线 一个空间 时间和空间 那在这个时间当中呢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高量 大家看 是阶段一个高量 在阶段高量 那 在此间又结合什么 又结合大英式里平衡线 大英式里平衡线 这个 而且结合着左风 这个左风呢 那手跌大家看 手跌 在这场实在是一个 长 是一个什么 甲阳 真音 甲阳真音是被动车 对往往 往往会有自救 对不对 在下跌的趋势当中 大家看 它手跌是长一点 而且是越跌越方量 这个风 刚才跟他讲 是我风 是我风 那是我风的情况下呢 我们是找到 这个地方 一个真底 刹车 这个真底 确认刹车换党 在换党的趋势当中呢 我们又看到了 这一天它是一个 是一个被量 被量过的什么 被量过的多风 一个奥间风 两奥间风 三奥间风 四个奥间风 那这个风又是什么 又是风鼓临界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这是什么 今天是个大仰 没过 只是触及没过 对不对 而且我们又看到 它的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一个摆低 那第一量架被量 等于什么 等于主力 在此阶段采取休克疗法之后的 有实力的拉伸 特别是阶段底部 第一个摆高 那我们又看到 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风什么 这个风是我风 你不长变霸 那长的长 我们看到它有空间 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左风 这个空间的地方 对不对 第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风 这个空间的地方 那我们找到了空间 我们又找到了真谛 那这时候 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我们又看到了 扭转乾坤 扭转什么乾坤 第一是转转式的一个靠山柱 那我们去坐着练门 你记住 那第二天应该跳过 你看到什么 看到它是家长 这样吗 这样说 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黄金柱 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黄金柱 那我们又看到什么 那我们又看到了空间 又看到这个空间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是吧 在此阶段大家就可以 你就可以打建小底仓了 建小底仓 建小底仓 那在此阶段呢 你回踩 回踩哪个地方呢 你回踩基础不破的情况下 那我什么 那我就可以拿 是不是就可以拿 那在此阶段可以拿 拿到什么地方 那拿到这个左风阻力值 就拿到这一天的位置 对不对 那这一天 它的利润是到空间是多少呢 那这一天的空间是多少呢 空间是20多 对不对 空间是20多 是吧 我们要找 找这个小 小小利润 是吧 那你是有什么 有时间的 做T0的 那是不是发这个小利润 这波小利润 对不对 那大呢 大趋势呢 大趋势是说 不过什么呢 不过左风的位置 那我就不加仓 你只有站稳 站稳在左风的位置 是说我才能加仓 是不是 就站稳了左风这个地方 站稳了这个地方 那是我才能加仓 那不过这个地方 我见了小底仓 我来看看 你看 你看他是 底 底 啊 底底排高 是不是 底底排高 啊 刹车换挡 然后什么呢 就过风 过风说 你要保顶 保哪个顶啊 是不是高亮 抓大 是不是要抓大 不过高亮顶 不过你的左风 那我就不加仓位 我在此阶段什么 依靠吗 依靠黄金柱 找找黄金柱 过 10点 那我就干 那破了呢 破了我的底呢 那我就 我就不干 对不对 嗯 在此阶段 我们抓住大的方向 站稳高的 站稳左风的情况下 那又是什么 又是低地排高的情况下 那我们才能干 是不是 那在此阶段的时候 过风 保哪个地方 第一个 保的高亮10点 对不对 那这是一 试探 那二呢 二是施工 对不对 二施工 在此阶段的时候 没有找到这个底 这是一个底 这是一个底 对不对 这什么底 是灰彩高亮10点 这个底 啊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看 这个底有没有得到确认 这个底 这个底得不得到确认 这个底 这个底这天一个跳空 是得到确认 得到确认 但是呢 大家要想到什么 空间呢 对不对 虽然得到了确认 但是我们还在找空间 他有没有空间 上涨没有三个点或五个点 没有五个点以上的空间 咱们不说三个点 三个点大家往往不容易把握 对不对 我们找五个点 是有没有五个点 没有五个点的空间 而且这个地方是第一次试探 啊 这个地方才是第二次 这是施工 对不对 又没有五个点以上的空间 那我们大家就去看嘛 别看确认了这个真理 但是没有上涨的空间 我们干嘛 不干 那我们继续来观察 观察看 他能不能过了啊 过了这个高粱十点 究竟对比 能不能过这个高粱十点 过了我们再干 对不对 要不然 要不然我们就回来什么 回来找底 那这一天呢 一是他二十公 这天找底 找到哪个底 是找到了前妻的一个底 前妻这个底 是找到前妻的这个底 找到又找到吗 又找到了黄金线 大家看 是找到黄金线 找到靠山 也找到这个真底 在真底不破的情况下 在黄金线啊 黄金线不破的情况下 背量啊 王牌不破的情况下 在这个地方 他嘛 一阳 对 1234567 对 这个阶段的所有的筹码 阶段所有筹码 我们看到是主力实力 背量 主力实力凶行的温度期 对不对 这一天啊 这一天是什么呢 就是加贫量缩 你会看到主力 共盘比较良好 共盘比较良好 那第二天他什么 他又过了这个 大方向 这个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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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 又是大洋之地 这个区间 对不对 又站在基柱之上的跳铺 对吧 三日定型呢 他是什么 是一个圆帅 那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 是我要第一时间 在什么 建上小舱啊 第一时间建舱 对不对 那第二天又一个跳铺 两年元动 实际上我们要架舱 那一架舱 他什么 就会碰碰碰 他说就急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 为什么在此阶段 实际要跟大家交流 六八八五 五九五呢 因为他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大家看 阶段底部的时候 打出阵底之后呢 他每次拉伸的时候 他就说 小被羊拉伸 是小被羊拉伸 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被量 被量拉伸在这儿 这儿呢 被量不穿 对吧 那这是一个T量 又是小被羊 也没穿吧 这个地方对不对 而这个地方呢 又是有什么被量 处处体现了 装下什么呢 在此阶段 他是有实力的 共拍不到到位的 一个拉伸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你过风的时候呢 是解决的 跟大家交流的 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小红针 对不对 是个小红针 那现在走势也叫不错 拉出来 那这个装呢 那在阶段底部呢 他就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中润 棋牌时间场 柱底时间场 对不对 没有他时间场 他只是在阶段底部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底底抬高 不断的用背量啊 用T量高量啊 在此阶段 不断的一级一级一级抬升起来 所以说像这样的 就没有中润 拉起这波 凌厉的这波公式 他只会什么呢 他只会在此阶段 他不断的卖油 卖油拉伸 不断的涨啊跌啊 涨啊跌啊 他就会什么呢 他就会在此阶段也是涨啊 涨啊跌啊 直到竹林拿过出马之后 有个快速拉伸 有个快速拉伸 他只会在此阶段 一个什么呢 N字啊 N字拉伸 N字拉伸 不急不慢 不急不慢的啊 就对不对啊 那一个是中润 一个是辛亥 中润什么呢 中润是在阶段底部的时候啊 够长 而且庄稼够排啊 结束很好 在这个地方 而这个辛亥呢 他是一点点一点点抬升吧 啊 一点点抬升 把底部一点抬升起来 这样拿着 那大家再看一下东方日升 东方日升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实际也是跟大家教育 并且我们在哪呢 我们在这一天 让大家好呢 第一空间到了 是不是啊 跟大家讲的 这家庭光复建筑 这一天也是开始大 板块 开始开始下跌的 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啊 胜利 对现在第一空间 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同样如此啊 大的去世大的方向抓大 抓那么大 这是一个阶段的啊 一个高让 对不对 那在这个高让当中呢 那它是第一次是仪式坛啊 仪式坛 那在此接下来 二施工啊 这样施工呢 它是底 底抬高的 对不对 底抬高的 而且我们呢 在这底抬高的情况下 我们大家什么 双线工坊 第一个找正底一啊 正底线 这是一个底 那找什么工坊呢 是我们大家找 黄金线 找黄金柱 找黄金线 利用什么呢 一柱一线一空间 在这个空间 不到这个空间的情况下 是我们大家第一时间有个高跑 第一时间有个高跑 第一时间有个高跑 而且在此前我们看到是 啊 杨朵 阴少 杨高 阴阿 是主力资金在底部啊 对 资金经常有痕迹 对不对 轨迹在当让人抓住了啊 一是他二施工 二施工的情况下 是不是大家就 关了啊 关 看你在灰彩 灰彩到这个上涨波段的哪个地方 你怎样下跌的 你是假跌还是真跌 是假跌 下跌下来的 那你灰彩这个波段的上山 也是被强 是被强 那既然被强 我们找到了 正底一撒车二换挡 在这个情况下 你又是假跌下来的 那我们找到基柱 是找双线 找基柱 找高山柱 那再点一个跳步 是我们大家看 这个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五个点以上的 那有五个点以上 是不是我就可以见个小底藏 那没有呢 没有五个点呢 我们大家就要看 那我们大家看 这个地方 有没有五个点的空间 大家看 从这儿 一个跳空 说明大破平衡的事情 对吧 那我们看在这儿 有没有五个点 有了七个点 七个多点 七个半点的空间 是在此间的 我们就可能在这个地方 见小底藏 等等 看到过不过 不过我们在高跑 对吧 那我们在此间 我们看到是真底 真底他还高 我们就底什么呢 底一不能破 对不对 底一破 他什么 趋势一下往下走 找到这个工坊 然后我们找到黄金线 那黄金线是主的盛名线 工坊线 顶是安全 只要站在石顶之上 那我就可以拿 你可以破底 对吧 那底就不安全了 对不对 那我就在站石顶之上 那我就可以拿 我就可以打个小底藏 我们看到在此阶段 它是底底抬高 一定底找到了 而且在什么 此阶段又是羊肚 咪少 羊肚咪癌的情况下 它又是一个撒尘 又是换挡的情况下 在换挡的时候 它又是什么呢 它又是假跌下来的 那我们大家是在此阶段 找到准备工坊 那就可以见小底藏了 那一个跳空 是在我们就打破了 打破了这个屏幕 什么屏幕 在此阶段 高粱 高粱湿点 在这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 这个屏幕 是我们大概要一个 一个跳空的情况 但是小鹰小羊 小鹰小羊 而且时间一样 坐底的时间不长 这时间 坐底的时间不长 所以说这个庄 我们要等保顶 而不是什么呢 而不是中认 中认它是什么 它是在这个阶段底部的时候 它是洗手时间比较长 建仓的时间比较长 洗的比较充分 所以它才是一个快速拉针 而且因为它出了墙的一面 所以说它出了墙的一面 我们大家不要等了 就不要等保顶 而是这墙之间 不要更多 而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东方日升 它是什么 见底的时间短 在见底的时间 往上洗的时间短 对不对 那这样的庄 它往往在此阶段 它是什么 它是建仓的时间 和空间 不够充分的情况下 它必然会来一个保顶 这就是世界之间跟大家讲 我们要霍丰 保顶 文件的保顶 那保顶这个情况下 大家看到什么 就是真底 是真底缺人的底 缺人的底 而且我们要找主力的 黄金蝎 什么黄金蝎 你他得记住 对不对 那叫黄金蝎 那大家可以 又可以 加草码 在此阶段这个庄 你看它就有个个性 先打单枪 上来下下 别看在此阶段 这个庄呢 它从 跳过高浪湿顶平线之后呢 它只有多少呢 它只有幅度涨到36% 但是呢 我们做高炮低息 高炮低息 我想大家 没有50%的差不多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获利不菲 对不对 这是要找庄型 抓大方向 抓大方向 看到了吗 我们要抓这个大的方向 庄家 他在前妻 他有什么动作 他前身 前妻什么动作 像这个中阵 前妻 他在此阶段 他是一个建仓 在此阶段 这次要满身建仓 下跌下来的单向不断的下 对吧 大的方向他就是 真底真底抬高 而且呢 不光真底真底抬高 而且呢 这个底是多重底 多重底 就是大的方向 抓大的方向 在大的方向 我们明了的情况下 我们找蛛丝马迹 找什么蛛丝马迹 通过啊 黄金线 黄金柱 黄金线 我们找到 我们有空间呢 小的空间 我们有没有小的利润呢 就是短线槽反手 对不对 有没有小的啊 空间 并且在这小的方向当中 我们来处处看的桌下 到底是强壮还是弱壮 那过了这个大的趋势大的方向 那你是强壮是不是 你就必然嘛 你必然要获取快速的利润 如果呢 再什么呢 如果这个庄家呢 他是什么呢 我们看大的趋势大的方向 你洗盘不够充分 建仓不够充分 而且呢 你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也是拖拖拉拉拖拖拉拉 不是那强壮心理之处 那是不是 我们大家就要呢 要采取一个稳健的操牌 稳健操牌就过风保顶啊 然后呢 他又看他有什么习性 有单枪习性 我们要做什么 做踢零 这就是什么 根据大的趋势大的方向 找到什么 找到双线 找到庄家的底 又找到庄家的穴位 庄家的穴位 按照什么呢 按照顶底是个工房 站稳了是顶 我们就安全的拿 对不对 那你呢 破了顶呢 破了顶我们第一时间出来 我们出来中门找什么 他找底 你看呢 会不会回踩这个顶 对不对 这找底 如果这底如果站稳的情况下 是说我们一是他二次工 二次回踩底不破的经过来 我们结合空间 我们大家可以盖了 是是 那大家再来看一下 通过上面这个三个案例 三个案例 一个是中润 资源 这个是星海科技 这个东方日升 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庄 强庄 趋势庄 这个嘛 这个就是稳健的一个庄 对不对 通过不同的庄 那我们大家再看一下中国一庄 那中国一庄 大家来看 我们先大大的趋势 这是二二度中线 我们来看 看 这个庄前期 是不是大洋 是资金进场 那手跌呢 手跌是长银短铸 长银短铸是逐力打击别人下跌 包括自己出马一种线 这下跌的一种线 在下跌过程当中 我们就找到底了 大家看 摆底 找到底了 这是底的 找到底了 找到底之后呢 我们又看 找到真底 就找到真底 这刹车 那这是不是个换道 找到底了 对吧 那找到底的情况下 那我们大家在大的方向找到了 抓大 那放小 这样放小呢 大家看 在此阶段 这个庄 你看 它是经过一个长期的 在这个地方 跳步步步一个洗牌 多长时间大家看 几月份 二月份 二月份一直到哪个地方 到七月份 五个月 长期的给洗牌 长期洗牌的情况下 我们大家看看 看量必看价 看价必看量 那量呢 处处体现的是百余低量 处处体现百余低量 是吧 我们大家羊多 是羊多 羊成团羊多 音少 而且呢 掌是放量的 那跌就是缩量的 是不是 那在此前我们有看到 是吧 低量下倍量 是逐利 是吗 在阶段底部 采取休克疗法之后呢 是有实力的一个拉扇 这是大的趋势 我们先把大的趋势抓 抓出来 对不对 而且这个趋势呢 在这个地方 它是什么 一二三 啪啪三个板 三个板之后呢 它有个快速洗盘 放量一 快速洗盘 那这一天呢 做证明又确认 说明这天的 筹码是谁的 装下了 因为在阶段底部 经过五个月的洗盘 然后快速拉伸之后呢 放出高涨来 这一天又快速掌听 快速掌听 那就会说 在阶段底部 阶段底部 我们有个筹码的一个转换 筹码转换 什么样筹码转换 那我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是 一年 一年 一年的时间 在这一天 我说什么 好不容易把我这一年的筹码 好不容易给我解放了 是不是 套了牌 有个炮鸭 而呢 而没有建仓呢 在此阶段 他一直没有建仓呢 他认为呢 这个什么 比较低 价位比较低 对不对 价位比较低 而且呢我在此阶段 我还没上车呢 我认为这个地方呢 价位比较低 我大大小底座 追爽高粮嘛 成交火热的地方 多空双方 在此阶段 有人认可什么呢 我解套了我要逃 有些人认为我还没建仓呢 那什么要进 这是这天 打算成交 那高粮是要等待定期 你看第二天 是吧 第二天嘛 一个党筒板 证明了 做证明又确认 这一天的筹码是装甲的 先是装甲筹码 装甲在这一天拿着筹码 那他筹码够不够充分呢 一天拿不够筹码 对不对 但要在此阶段嘛 要反复洗牌 只要反复洗牌 放量放量放量来叠 放量来洗 对不对 不管你放量来洗 还是放量来拿筹码 对不对 那我们要学什么 就是温度计 就是侦查 对 那我们侦查到今天什么 这天是又一个是长阳 长阴 长阴 是短柱和他比 是一个长阴 他长 但是柱子最短 是长阴短柱 明显的长阴短柱 明显的甲铁 明显的阴谋 对不对 并且时间 我们看时间 时间短 是不是 几天砰砰砰三天 接到三天之后呢 那这天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这天 这天达到哪个地方 达到是风骨临界的地方 谷底 这个风 是不是风骨临界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是具有一个强武力的支撑 在这个地方 没过之前是压力都过了之后 实际上就是一个强武力的支撑 过风 而且过得多风的地方 再直接让他们支撑 这样支撑起来 是一个双阳圣 架圣 亮圣 大家看架圣亮圣 对不对 接方这两天的充满 同了什么 同了这个大阴是第一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一天继续放了 来到这个大阴 放了一个大阴 大阴的是二一个人 这么强 一个强度 对不对 那在此阶段的时候 我们要找这个波段的一个真谛 那这个波段真谛在哪个地方 这是就是一个刹车 别刹车 而呢 在这个地方 甚至就是一个患党 是没有找到的底 找到了底 是不是 那我们就要找防御线 那在此阶段呢 他还剩下跌 他又快速 把这些筹码呢 他又快速来到了二一位 对不对 那在此跌的时候呢 突然 突然缩背 给大家看 刚才跟大家交流 如果我们遇到突然缩背的肺量 就要跟大眼睛 老师再亮出一书 一书 听一书跟你们讲 这往往是准备什么 采取胸科疗法 坐山光谷 一旦他筹码哪够 怎么拿够呢 一旦他遇到自己重要的支撑点位 实际上支撑点位 底底抬高啊 是底底抬高 找到自己攻防线 他为什么 他会快速拉扯 这样快速拉扯 大家看 这一天是不是一个小臂 但像同样 又把这边的筹码给解放了一遍 解放一遍 那昨天呢 是有个跳舞 拉起来 这个状 你看 第一个 时间 是大方向什么 大方向也是长期洗牌 大方向 一年 一年的时间 对不对 大方向是时间长 长期洗牌 对不对 长期洗牌 在这三天的时候 把这一年的筹码给解放了一个快速一个洗牌 时间短 三天 快速洗牌 快速洗牌 而且在这个地方大方向是什么 是底底抬高 底抬高 是不是在此之间就是三天快速打眼 快速打眼 这说明是一个汉状 标汉的一个状 那既然它是一个标汉的状 那昨天呢 我们没看到吗 又看到主力它是有实力的拉扇 主力 是什么倍量 是主力 啊 实力有雄心的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有实力有雄心 那既然是有实力有雄心 那既然是有实力有雄心 它必须什么呢 必须它要跳空 是不是 它要跳空 过我们过左方 过这个阴高亮十点 对不对 它怎么会强啊 否则什么叫强壮 怎么叫有实力 它为什么要直接要快速来打扎 对吧 那现在强我们要必须要什么 第一个 必须要跳空 跳空过哪个地方呢 跳空过大阴尸顶配合线 对吧 必须要过大阴尸顶配合线 在这个地方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要什么 看大 大方向 大方向它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是过着凹见峰 又回踩这个凹见峰 对不对 没过之前是压力过了之后 那双向引发变成强有力的指程 那它要过什么呢 我刚才我跟大家讲的 它既然要抢 敲它要什么 它就要过大阴尸顶配合线 那过大阴尸顶配合线 跳空过大阴尸顶配合线 还不算还要什么 这还要看空间 空间 先使不须微调大战机 第一个看它能不能占9.19 能不能捅过4.15 账号4.15 如果它有跳空过4.01 又占门了4.19 是它就来到这个峰 来到这个峰 那这个峰呢 又是什么呢 那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峰 这个峰又是什么 大家看 又是大家看 是这个阶段一个百日高亮 百日高亮 把出马全部都转移到这个地方 站到这个地方 它要强 强是不是要过这个凹见峰 过这个凹见峰 过这凹见峰是去来到这个峰 而且这个凹见峰呢 大家可以看 它又是什么 又是阳朵 是要买省 是主力资金进场的 那手跌的手跌是唐云短柱 又快速下来洗盘的 是不是 又是长期洗盘的 那它过了这个峰 必然会来到这个峰 是不是 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它又是什么 又是主力资金 大家看 阳朵 阳告婴儿 又是主力资金进场的地方 那过了这个峰 过了这个峰 那它能不能 最终它是还是要涨涨涨 往上涨大 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 又看到了这个 中国一众 这个峰呢 是一个比较彪悍的一个峰 是不是 像这样呢 大家也要根据我们的 仙大 大大高小 双线工坊 大家在观察呀 这也值得我们观察 大家看一下 中润 中润是怎么起的 中润 中润是不是 也就是 过的这个多峰 打出了高浪了 在这里打高浪 打高浪 高浪不过 公司闭馆打起来的 那中国一众 我们大家再看一下 中国一众 中国一众 那前期 它是法界面筹码 一年的筹码 对不对 那前期我们看到 它是什么呢 2010年7月份 把这一年的筹码给你解放了 解放之后 主力来一个快速洗牌 快速洗牌 现在又是过风暴 我等于说想一话 既然主力庄稼 他快速来个洗牌 又把一年筹码给解放 那他干什么呢 他是就在质载高原 质载高原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看这庄 是不是我们大家 我们教育这个 装饰的一个庄 是不是 那今天呢 嗯 抓大放小 双线工网 怎样在石板当中运用 我跟大家 结合什么 结合这个装的装性 结合什么 结合一柱一线 啊 结合一柱一线 一实空 实践和空间 再看坐底的实践 拉伸的实践 第一个是 我们要看坐底的实践 看在他 切断底部的时候 坐底的实践 够不够长 筹码够不够 充分拿着筹码 再一个是拉伸的实践 再这样拉伸的时候 看看时间 是不是三五八天都拉起来 像什么 立某我跟大家教育 中国一种 中国一种就是 解放社会出马 他有快速的三天 快速洗牌 又快速拉伸 时间短 这个状况比较什么 不要拍 我想拉起来 我想打就打 所以说大家要不要 还要结合自己的性格 那我看我自己是 感谢超伴手 我还是激进的 我还是什么 我还是稳健的 那稳健 大家不要等 等过峰 对不对 等过峰 是不是 那激进的 那激进的大家看 那今天是一个 处理实力胸心的逻辑 现在是有实力 有胸心 那我们去看跳舞 能不能站门 刚才跟大家讲了 能不能站门这个作风 对不对 那站门是什么 因为这是装墙呢 是吧 好 那今天的交流 就跟大家交流